挑选完毕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两人的战绩吧 今天的时尚大财构 到现在就结束了 他们手上就是战利品 任务已经完成了 很厉害 我好累哦 我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还有很漂亮的单衣服 我也有这袋和这袋衣服 我的裤 配饰 帽子 裙子你有吗 我就不相信你会去买裙子 第一 你用得着吗 女生的丝袋你有吗 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 最后的杀手锏 本季度最时尚 最潮流 第一品牌的限量版的鞋 你有买吗 买过了 就这几个袋子没有了 哈哈哈哈 说什么来着 今天的时尚PK 绝对大赢家就是我 我决定了 第一名 非周密莫属 陈兰 明天 明天我就去买鞋子 一套夺人眼球的装备 怎么能找了一双漂亮的鞋子呢 在和周密的比拼当中 败下阵来的陈兰 决定这就踏上了寻找漂亮鞋子的征途 在首尔有一条既时尚又充满情调的街道 就是这里了 星沙洞的铃鹰大道 在这里陈兰还发现了一家大牌的小店 French Soul and London Soul 明星经常会光播 比如送回桥 被誉为星沙洞联衣道上最有名的小店 如果有人问到 电视里某位演员穿的鞋子是在哪里买的 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 那就是French Soul and London Soul 店内陈列着50多种不同款式的女鞋 你看这里虽然店不是很大 但所有的鞋子都非常的精致 好像就来到了这种中世纪的宫廷里面 这种很像宫廷的舞蹈鞋的样子 超漂亮 这双也很好看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 这里所有的鞋子全部都是平底鞋 就是有一点点大这双 French Soul是来自英国的芭蕾舞鞋品牌 据说是每位时尚女子都必备的鞋款之一 到底哪一双呢 我有选择障碍症的 来到这里找自己喜欢的鞋 那份喜悦 说不定可以胜过得到水晶鞋的灰姑娘哦 周密让我来周末农场挑海鲜葱饼的原料 韩式料理特别企划 美味韩式吃海鲜葱饼 海鲜葱饼所需要的原料有哪些呢 看来这回是把陈兰给难住了 海鲜葱饼嘛 肯定是要葱 所以我们先找找看葱在哪里 这块像菜地一样的地方应该会有葱吧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为了完成任务 陈兰开始向老奶奶说明蓝意 在陈兰的请求下 周末农场的老奶奶不但给陈兰葱 还给了陈兰用作配料的其他蔬菜 瞧 陈兰开心的样子 今天第一项任务总算圆满地完成了 长副菜好了 满满的一篮子应该够我和周密吃的 海鲜葱饼是韩国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 而韩国人在吃海鲜葱饼的时候 喜欢搭配玛格丽传统酒 今天我们就将走进韩国的平常人家里 学做美味无双的海鲜葱饼 陈兰周密料理任务 学做海鲜葱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 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食物 先介绍一下 对 组组的海鲜葱饼 对 海鲜葱饼 对 海鲜葱饼 然后我们的食物 今天食物 食物 食物 然后生鲜葱饼 然后生鲜葱饼 然后茄子 然后鲜葱饼 然后鲜葱饼 鲜葱饼 组合之后产生的美味 绝对让人魂味无穷 制作料理的第一步 就是要来切材料了 对对对 老师一定要用最好的刀 没想到我们最少拿的是最好的 想到多忙 我们就准备了 果然不愧是有三十年经验的料理高手 看过了阿姨的示范 陈兰和周蜜 这下就看你们的了 看陈兰这略显笨竹的刀工 今天晚上你们真的能吃到 你们亲手制作的海鲜葱饼吗 我已经饿到不行了 再快要切到手了 不能这样逼我 来 我来 我来 师叔 来 来来 原来我才是专业的 制作海鲜葱饼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比例 依次加入面粉 鸡蛋和适量的盐 将蒜捣碎之后 加入水一起搅拌均匀 我们两个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这个蒜在我的面前 都放豆一样 这个东西是不太好的 料理第二步 就是在调好的面糊当中 放入刚刚切好的鱿鱼 以及虾仁和蛤蜊拌匀 这次是干了 这个鸡蛋上 goo 资料尖 来不出来 增加饼 现在在粑下 鸡蛋上 水 ちょっと 放入 做出来 放入 水 把温度 放入 打开 进 这个红的就是没有那么辣的辣椒 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加入红椒和青椒之后 能够使海鲜葱饼的色泽更加鲜艳 让人食欲大振 在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加热后再倒入面糊 摊成饼状 接着整齐地放入青葱之后 再淋上一层面糊 接着铺上红椒与青椒 室渡得好看 我们这边什么都还没有 都在外面已经完工了 对 你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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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它散开 Ou 这么做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 开始了 凭自己的能力 做出一道海鲜葱饼 看完阿姨的示范 周密和陈兰 也迫不及待地开始 制作起了海鲜葱饼 当然 攀完饼之后 不要忘了按压饼 使饼更加的紧实 海鲜葱饼 马上就要出锅了 哇 完结了 难道 难道 不是难道 我们翻翻看看 它就是糊了 我不敢放下去 黑了 谁死打S没有 夹的 我们还是可以吃的 吓死我了 就看正面是OK了 吃的时候记住 只要看正面就好 对于首次尝试制作 海鲜葱饼的人来说 掌握火候是最难的 周密陈兰今天的 海鲜葱饼虽然做的不算成功 但是学做料理的快乐经历 还是值得回味的 阿姨还贴心地为他们制作了蘸酱 用来搭配海鲜葱饼 当然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来选择不同的蘸料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 假如你也想在家中 尝试制作海鲜葱饼的话 可以去超市购买 做饼专用的面粉 与此同时 你也可以买到 做蘸料专用的酱油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美味的海鲜葱饼吧 这个是老师刚才特别做的一个酱料 江南蘸这个海鲜是不是 说点 江南蘸会特别的香 所以葱很好吃 对 因为我很爱它吃葱 我看老师把这么一大条的葱 往上去吃 我是怎么办 但还好他是把它切成一片 而且没关系 因为炸到这个样子之后 味道应该很鲜 葱的本来是你不喜欢的味道 多么漂亮 简单而美味的海鲜葱饼 大家不妨在家里做做看吧 大家好 我是徐鹏饼队长 我是姻浩 对 你好 我是姻浩 大家好 我是安齐轩 韩国人像 다음周에도 꼭 시청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怎么样 你是否已经心动了呢 想要得到送献送出的 专属礼物的话 可要登陆我们的网站 进行互动问答 就有机会得到 同时呢 还有机会获得蓝幕组 为你送出的精美礼品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庄岩 请不要忘记 下周六晚九点半 我们继续关注 韩国印象不见不散咯 想知道 韩国的人气之罪 会是什么吗 周密和陈兰 即将为你揭晓答案 带你感受最诱人的韩国印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粉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